唐人街 唐人街是一個非常具有文化特色的地方 為什麼呢 這裡擁有很多不同國家的餐廳 而很多的文化可以藉由飲食完美的表現出來 今天我要帶你去一家具有香港風味的餐廳 一家剛剛開張的百年老店 走 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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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街是海外華人最早的落腳地點 事過境遷到了今天 卻很難再看到當年的痕跡了 但是看看現在我坐的這個位置 卻依然保留著當年的原始風貌 卻依然保留著當年的原始風貌 我們Oltown這間餐廳剛開了 選擇這間大廈 因為很少數的大廈之中 有這麼多年歷史 還可以僅存在唐人街這個地方 希望可以還原得到 另外加回中國的元素 變成做了我們本身這間餐廳 叫做Oltown的特色 真的進來希望回流回到 三四十年代那個時代的中國 那種特色的飲食 師徒大廚你好 你好 你好 聽蔡經理說 師徒先生應該是從孩童時期 就開始進廚房了 所以現在我們讓師徒先生 自己來介紹一下自己的經歷吧 我就是從十一歲就幹這一行 幹到現在又幹了四十八年廚房吧 我在日本又幹了三十二年 在美國又幹了三年多 然後到了這邊來 希望在這邊能有個好發展吧 上海也都有很多出色的小籠包 那我們就將它部分改良了 好像包皮和那個折法 味道是符合香港方面的人的口味 變了是改了清淡一點點 我北京鴨包這個正正中中 是北方傳下來的皮 是全身再改良過 希望食客有一種新的感覺 將北京鴨的做法重新再演繹過 聊天 風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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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老婆來一回 風呂 風呂 我最喜歡吃的是北京料理 因為我在伊本干了32年 我醉了很多伊本料理的元素 他研究了我們用楼蓮做餡 這邊的楼蓮是很像的 有的就是我們選擇材料的時候 當然我們有選擇新鮮的 不能選最好的 然後又選了很好的 比如說有些菜有些東西 我們都會自己去跳 我老是去跑市場去跳的東西 這是楼蓮 楼蓮 還蠻好吃的 有一個清香 我們本身在澳洲飲食了這麼多年 我們會比較認識這裏當地人的口味 將它的油膩和鹹度和鮮味 重新再改過符合本地的形式 新鮮雞蛋黃 新鮮雞蛋黃 一些醋 拌勻 拌勻它 這樣 看看吧 沒有螃蟹的曬螃蟹 聽說是御膳 味道很好 我是廣州人 它這裏的菜 挺正宗的 正宗的芋菜口味 而且它又不是很肥膩 我經常帶我女朋友來的 她是怕肥的 好啦 現在食牌已經準備好了 蜜蜂糖香辣蟹 好 這個蜜蜂糖香辣蟹呢 首先呢 要撒點砂糖 撒點砂糖呢 就給它加點麵糰 然後給它炸 炸完以後呢 就將我們那個 蜜蜜蜜蜜蜂的特別香辣料來炒的 炒得乾乾香香的 好 這是香港蜜蜂糖的拉蟹 你一定要嘗一嘗 因為這個做了很多秘密在裡面 剛剛這道菜在廚房煮的時候 超級香的 如果你是喜欢吃辣的朋友 这道菜绝对不能错过 超级好吃 来试试 让我以茶代酒 祝福你们生意兴隆 谢谢 谢谢